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哈囉大家好 又來到會員推車的時間 今天我們的會員阿凱 特地從花蓮來 哈囉 而且還全家開著一台 三門喜美1992的Civic SI 媽媽擠在後面 塞在後座 還有弟弟 還有弟弟 所以是四個人 暗地雷跟你媽一起走 對就是辦事情 四個人爸爸媽媽弟弟也來了 塞一台三門喜美SI 他從花蓮來 太辛苦 還特地跑到這邊來拍攝影片 而且剛跟爸爸聊了一下 爸爸也是愛車人士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說明一下 你怎麼入手這台車的 多久之前入手的 大概在兩三年前入手 然後是爸爸給我的 算生日禮物這樣 哇 生日禮物 我爸爸都沒有給我生日禮物 怎麼會這樣 我只好生日快樂 我得仔細說 我都只好被自己說而已 怎麼會這樣 所以本來是爸爸的車對不對 剛跟爸爸聊 其實是他想要換S16對不對 這老屁股 他爸也是老屁股 剛聊一下 我說那你這個車給阿凱 那你開什麼車 106 S16 然後一聽就知道阿凱 又是一個經典老屁股 然後這台車整理 因為我自己的職業 我自己把它全部都洗過 它是在某原廠做烤漆 可以講嗎 可以 你們的臉都出來了 爸爸給你的時候是全原廠 也是有做一些小改裝 前車主來 其實爸爸也沒動什麼 他就是那支方向盤 D7II的方向盤 剩下的東西都是 自己慢慢拼拼臭臭 所以這台車來只有換一個方向盤 至少避震器旅圈有回換吧 沒有 也沒有 避震器就是 那時候前車主附的BT 喔 輪圈呢 輪圈是找那個Moccan的 拿去整理 然後再換上去 喜歡Moccan的東西 然後就買了一組 阿拿 這個人如果給他有錢 他可能怎樣你知道嗎 帽子也是Cucci的 然後衣服也Cucci 褲子也Cucci 皮帶也Cucci 鞋子也Cucci那種 喜歡完整一點 好 完整一點是不是 對 就是 他要變成Cucci人了 對對對 所以你這個變Moccan人了 Moccan很經典的一個圈 這個引擎蓋也是 Carbon的 然後裝了一個下巴 Carbon的下巴 然後這個 重點來了 你知道這裡面 對 很沾的引擎 好 等一下我們發動上車以後再講 欸 燈也沒換嗎 燈就是 但是我喜歡原廠的形式 我不喜歡改裝 腳燈有換本來是橘色的 美規橘色的腳燈 然後我把它換成 仿日規的TYC的腳燈 仿日 喔 對 TYC買的 對 還買得到耶 可是它不賣台灣很奇怪 所以你從國外把它買回來 對 我也幹過這種事 不用難過 欸 我那時候 Fair特500的燈也是 在台灣買不到 要從國外買回來 對 從一邊買 因為現在很多燈廠都只做外銷 不在國內賣 但是我就是覺得 日規的形象好好看 但是它的原裝的售價太高昂 就是覺得小東西可以省一些 我覺得OK啦 這個就是沒有必要要求 全部都那麼緊繃 你如果要那麼緊繃 你可能連地毯都要找 原廠的來鋪了 而且太貴了 而且很少 對啊 你們把是故意讓它是黑色的 對 就是考漆的時候 想要考一個跳色這樣 就跟這個側護條 跟這個下巴做一下 做一下呼應一下 對 但這也不是純黑色 帶藍色 帶藍色 藍紫色 噴漆師傅的眼睛跟我們不一樣 呵呵呵呵 你看有沒有 從這邊看 這個這樣子的話就看得不得了 喔 欸 細節你看 從上面這樣看下來就是 有有有 有一點紫色的感覺啦 對 要當噴漆 變色率要很強 藍色同益 你瘦你可以 它大概是一半的我嘛 這個我進去一定是 整個塞到不行 整個都塞滿 然後你的中控台的部分 送去做轉印嗎 這個是買社團人家自己做的面板 再貼上去 欸 那主機也蠻炫的 那主機去哪找 其實是大陸 淘寶的 因為我希望讓它 有點比較新一點 但是我不要說 整個被取代掉 就是我要留一點舊車這樣子 弄一下那個 日龜下中控有不錯嗎 日龜下很貴 一萬多塊 你看 其實它都看過了 它就是在等有沒有人送它生日禮物 我跟你講改車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會常常去刷一些改裝品 然後就是一直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哪一天心理建設做好你就買了 然後我看到它的門板上面呢 刺板也弄了這個 breeder的 它這應該不是正breeder啦 買布 對 買布回來去編的 然後它的 隔壁那個椅子也是換的欸 隔壁那一張 對 那個是爸爸本來的椅子 它就是上面的椅子 因為爸爸想要銅椅 爸爸的106本來不是銅椅 他想要銅椅 換了銅椅之後呢 剩下來的椅子我就可以拿了 你就燒一下腳架就上去了 對 爸爸年紀大我一些 還在做銅椅 哇 你爸也是很殺欸 對啊 他就是覺得要 競技一點 競技一點 我都是半夜的時候才會競技一點 你們喜歡的競技 跟我喜歡的競技不太一樣 這邊封起來了 手拉天線 本來是有天線 但是怕生鏽 因為水會流進去 對 你是不是跟我講 你這個屋頂之前就有生鏽了 那個天窗狂便宜都卸掉 對 它這本來是天窗款的 那時候SI我記得就兩款 一款是DX 一款是SI 對 然後SI一定有天窗 而且是翹上來的那一種 我說很帥 然後但是 我本來也是很喜歡天窗 但是後來就 也想很多辦法說 問師傅能不能留下來什麼什麼 然後呢 但是最後 可以再去找一台 沒修那麼嚴重的SI 把它屋頂割過來 如果真的還是很想要 就只能這樣做 所以你就去找了另外一台 喜美的屋頂 對 沙漏車的物體 應該是國產的對不對 沒有 是前面撞爛掉的玫瑰的 哦 還撞爛玫瑰的 嗯 其實也可以去找Cube的 Cube的比較短 對 比較短 沒關係 沒關係 Cube比較短 我本來想說割一塊Cube的 Cube比較多啊 但是師傅說這個太薄了 用接的會扭曲 這個格勒子也不弄卸啊 在那邊起泡泡 你故意的喔 沒有 沒有錢 沒錢 那什麼都錢 他錢全部都弄在引擎蓋底下了啦 對 那時候SRI最那個的一點 就是它四碟 最厲害 因為國產那時候都是前年後果 好像DX也是前年後果 以前DX我有賣過 DX是1.5手排 沒有天窗 那開起來很弱 我記得它不是10005 它是14多少多少CC 所以它應該是1.4的 1.4自然進氣 單凸 沒有VTEC 那時候開起來 有點像代步車 那個車如果留到現在其實也是蠻帥的 而且那台車很繞賽 我記得那個DX很繞賽 是它有引擎號碼 沒有車身號碼 對 那你這台是反過來 反過來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紅色的 就是有引擎號碼 其實那時候有很多版本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外匯商引進的 所以它登記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應該說沒有碼的都是92年投P的 93之後有單 單一引擎碼 單一引擎碼 兩個都有的 對 這你自己做的喔 發揮你模型的這個技術 它等一下放下 它為了找我來特地噴了一台 菲亞特模型車 對啊 相似度99% 你知道嗎 差0.1是我沒有做一個我 下次來你應該噴好 旁邊的一個公仔是我 我跟你講100 對要完整 對要完整好不好 所以它是你自己用一個小巧思呢 把這邊弄了一個四窗 然後換了一下這個加油蓋 加油蓋是自己噴的 後面的話這個有一個呼應的 卡碰的尾翼 對 可是你後面下面怎麼沒有卡碰呼應 你現在少了 沒有我是想要走環狀族那個風格 人家日本暴走族 暴走族 所以下面切掉 但是沒有切很多 我不想要太顯眼 所以我切掉了一點點 所以故意把保桿弄得比較短一點 好細節喔 怎麼會這樣 現在看到這個最帥的 過背管 Volkan的尾段 對你看 它因為它的漫把切短 所以你可以看到回壓的那根管子 其實我有一部分切 也是為了要看那個 覺得很帥 Volkan的管子才帥 這個聲音我跟你講 滋銷魂 好聽 好然後你把後魚抓取消掉了 對 但是零件都留著 對因為覺得有可能會在派上用上 然後這個後尾燈都是維持原廠的 我看你也很喜歡去買一些日本的貼紙 我跟你講好不好 這個我也買過 日本的驗車貼紙 棒的 這個是正的 後面有什麼東西要有看嗎 裡面 裡面就拆空 拆空 我看一下 不是 你要拆空你也噴得漂亮一點 記住 其他給你 學一下 媽的那補土有沒有 把它全部補 補得這樣很滑順 不要再媽的晃晃晃晃 就像打膠那個東西 對 把它抹得很平很漂亮 噴起來很亮這樣打開就哇 很帥 這個地方很容易生鏽 對 這都整理過了你看 那時候膠條就是全部都拉掉 這個也重新打膠 因為那時候整個拆起來 而且啊 我跟你講很多時候第三煞車燈壞掉 都只能這樣弄 拔掉以後自己去買 我的是因為卡蹦不想要挖洞 要不然其實我本來的想法 是想要把它塞在裡面 像原廠這樣子 很漂亮 其實這個就是台灣會檢查這個東西 所以你這個台太厚 有的是貼片的就比較 對 我有看到有的是貼一條光條 對 你這個是比較大的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佔體積 好 非常的帥 待會呢 我們就實際上路一下 看這個裡面這個引擎到底 有多屌 應該是 應該怎樣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哇 小朋友 多厲害的東西我沒看過 出發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同椅耶 我從上次那次結S3那一次到現在 我已經 快瘀傷了 我已經三四年沒有做同椅了 我塞得進去嗎 你知道 他爸也很苗條耶 他爸跟他一樣苗條 哈哈哈 欸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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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我的屁股被 寬 寬部完全被頂住了 哇 尖銳的發動聲 好 出發 哇 為什麼都拆空 新鑽化 對 我喜歡 就是 赛車的風格 應該要把防滾龍弄一弄 還沒有錢 蛤不是南亞水管接一接就好了 你自己就在噴模型了 南亞水管拿來噴一噴就變防滾龍 看起來什麼顏色 比較像 好彎腳再接一下 先用LOOK嘛 有錢的時候再用真的嘛 喔也可以啊 對不對 這個23分26秒無視是什麼 動畫那個福音暗示 福音暗示那個 嗯 說開冷氣 真的會省油 真的會熄火耶 這個提速有點硬喔 所以你知道在路上以前啊 你看到一些洗煤啊 還是一些手排車 為什麼起步都吹那麼兇 不是因為他們是加久 是因為油門不踩兇一點的話會熄火 對 更加急 更加急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在高速公路上塞車的時候有沒有 我踩低一點然後就 砰砰砰 很多人想說幹怎麼那麼屁啊 開一台SI是怎樣 屁成這樣 沒有 我如果不踩大力一點我會熄火 熄火了 可是我離得去踩著耶 對 因為它可能 提速效果不好 它可能 轉速掉太快就直接就掉下去了 提不上來 對有點提不上來 那這個代速馬達跟MAP要弄比較好 那就變成說在四驅開的時候 有冷氣結果沒辦法利用 幹好硬喔 哇 哇 20B捏 對啊 因為那時候本來想要弱18型 可是 就有參考過 人家網路上說 雖然扭力比16的還好 可是它的 還是會比較偏高轉速 就是會覺得說 要代步嘛 然後就 問問問問到後面 那時候20B扭力打得好就20B 然後師傅說你確定這個裡面最強 有沒有合體啊 有有合體 就整顆20B嗎 不是吧 沒有合體合體 就是上概是18C CRV的本體掛18C的上部 對 這個是最猛的一種做法 以喜美來講 你應該要挑天氣冷一點來 今天天氣正熱 我這整個已經是賽道路可了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去立保的時候 他們都把冷氣關掉的耶 不管什麼車都一樣 因為怕會 怕會 因為其實 尤其是喜美 或是老車 因為那個冷氣 聽說如果太高轉直接接油 那第二次就炸掉了 對對對對對 第一個是怕說重拖嘛 對 然後第二個是怕說這個 壓縮機掛掉嘛 熱血南蛾是不需要吹冷氣的啦 所以你們剛剛從花蓮整路來 都沒有開冷氣 有但是賽車的時候會關掉 就在行駛當中的時候 一直在維持速度的時候還OK 那一收油可能就會起火 對就是如果在低速在跟車的時候 但我有發現這方向機滿重的 對 比起一般的重手耶 好我稍微可以踩一下嗎 可以 我跟你講太快換檔了 最高可以拉到8000 8000喔 對啊我太習慣太久沒有開 喜美的車子 喜美的車子轉速可以稍微拉一下 對 就是這個聲音VTEC開了有沒有聽到 好爽喔 怎樣 你說 然後師傅說有兩段 VTEC是電腦是寫兩段 是喔 重彩四千轉開 然後輕彩五千轉 是喔 對 因為他說重彩你就要配了 VTEC的開啟會提早 誒我不知道剛剛收音有沒有收到那個聲音的變化 但你有現場聽出來嗎 我聽不出來 再一次喔 我再一次喔 它那個聲音 開的時候聲音會變 比如說這樣喔 喔開了 有沒有聽到 很明顯 很明顯對不對 這個是那個日規太把的方向盤 DC2的 因為太把的方向盤 它的那個 啊 比較大是不是 對 它槍管比較大 就是用DC2的就可以直上 VTEC設定還不錯喔 然後前車主來的時候是很硬很硬的 因為它要跑賽道 然後後面 我有一個它要跑比賽的朋友幫我跳過 我覺得這個VTEC設定的很好 就是如果觀眾朋友在畫面裡面看 我們不會一直這樣上下一直 你如果喜美改燒硬 一般的路上你就一直看到我們一直這樣 一直上下一直上下一直上下 一直上下 很像在開頭拉庫有沒有 本來也是 因為然後後來就講 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不行太硬了 然後我朋友說 我有跑越野車幫你跳過看 就是它跑那個拉力山 然後他們就會 比較知道怎麼樣的設定 可以有支撐性 然後不會跳 所以高低軟硬都可跳 對 不會我覺得挑的不錯 因為你平常也都開這台車上下班 對啊 那你開這台車上下班 那你覺得有沒有遇到什麼 覺得比較不適合 比較開這個車遇到的囤擾 就是看到警察就會 不知覺會有一點 有一點 微縮 警察會不會來攔我一下 那你覺得被攔的機率大不大 那還好 你不要說在街上拉上 哦 乖乖的就好了 對 然後還有什麼遇到什麼問題 之前在山路跑一跑 兜風然後 就有一台330 跑到我後面 然後閃大燈 你就讓它過 因為沒有那麼熟 哦你說山路沒那麼熟 對 就讓它過這樣 然後他就停在我旁邊說 哇好帥喔這樣子 哦 車有啦 移車會有啦 我覺得這個是給觀眾朋友 一個很好的分享 改車又不一定說我 遇到來戰鬥邀請 我就一定要跟他 生死決鬥一下 對 還用交代慘這樣 哈哈哈哈 應該不至於吧 有時候 就像你 你的興趣是車子嘛 對 就是跟你會做做模型啊 分分期啊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大模型嘛 對 完成一個目標這樣 對不對 一個大模型 然後能開能動 然後可以依照你自己在 像你自己在玩模型的那個 方式來整理它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也挺不錯的啊 對 因為自己會噴氣 所以那時候這台車就是 跟朋友借工廠 借廠底 然後自己烤這樣 所以整台車自己烤的 對 然後引擎室內 然後還有車外這樣 今天 爸爸跟著來 我看到是很開心的 你知道嗎 像我常在拍一些老車 很多在拍影片的YouTuber啊 他才不屑拍我們這些車 你有沒有發現 很少 像我一樣會拍老車 對 因為拍老車跟整理老車 真的是 很燒錢 很燒時間 你自己整理車就知道了 很燒錢吧 很燒啊 再來一個就是 人家不喜歡看 人家現在都要看什麼 GTI啊 雙B超跑啊 對不對 對 看帥一點的那種 如果給我一筆錢 我不會去買那個車 我還是比較喜歡老車 因為我覺得 但是不一樣的那種 開起來那感覺不一樣 因為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跟 你已經買現成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一直堅持拍 就是 我覺得 想要讓更多的年輕人 可能比你還小 或是像你這個年紀 你20喔 20 20整喔 對 有夠小的啦 我都生得過了耶 就是要讓更多那種年輕人 有沒有 就知道 老車的經典在哪裡 而且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欸 你爸爸媽媽還陪你從花蓮來 當然你媽去辦事情 但我剛剛跟爸爸聊一下 哇 爸爸也是開106S16耶 我一聽到 我就知道他媽又是一個 臭老屁股 他剛剛跟他聊一下 以前爸爸也開過殺手嘛 後來你長大了 對時候有興趣 就把這個車傳承給你 讓你繼續整理 他把車給你 他自己又去找了一台 106S16 對 光講出來這些車種啊 都是這種經典到不行的車種 而且106現在很少 沒什麼人在玩啦 現在連206都很少了 不要說106了 對 因為 找料就不好找 喔 對啊 環島車很偷偷 喜美都還好 還有人會 因為比較多人玩 然後 喜美OK 他日本也買得到啊 對 然後爸爸說 他連長的後視鏡要找原廠都找不太到 後視鏡喔 因為 要去殺肉了吧 殺肉也殺不到 也殺不到 大家都壓掉了 殺肉廠想說那車賺不到錢都壓掉 基本上呢 這一台呢 就是 沒隔音 脾氣拐拐全部都聲音 然後 冷氣開了以後 四驅怕會熄火 但基本上呢 聽到這個引擎的聲音 其他的東西都可以忽略不計 對 你說欸 有這樣子20歲的年輕人 對這個車有興趣 我是覺得是蠻開心的 我覺得爸爸應該也會很開心 會 因為有多一個可以聊天的 對不對 對 兒子居然也喜歡這個 對啊 我覺得跟小朋友有共同的興趣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 我有遇過 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年紀都比我大一點 然後說小孩都不想要接他們這個車子 對啊 對啊 現在小朋友我就講啦 都要GTI C300 Billion 營老母 對 他們都要那種的 可是我不喜歡那個東西的原因 是我覺得 它的改裝一改就很貴 然後 有些東西維修起來 我覺得也是太貴了 都很貴啊 而且 以前小時候也覺得 超跑好帥什麼 可是 長大又堵汽車殼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還是機械嘴 就是 比較不會壞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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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好 好啦 小小的就把你IG稍微抄了一下 一小段一小段而已 這太過浪漫了 就是連冷氣都 冷氣其實很好 只是代數不好 它倒檔比較難 倒檔很緊 因為這個變速箱是 算是 後來買的 但不是含在引擎上 然後 因為這個年份了 多少會有一點點問題 那個外匯的嗎 變速箱嗎 對啊 剛好熄火 我故意的 我知道停好了 故意把它熄火 有沒有 自動熄火系統 哈哈哈哈 好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AV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欸 18口的手套 它弄得 搞得我都想戴安全帽了 你不要開太快 好好好 我心臟 能力有限 沒有 我也不會開太快 因為我技術沒辦法 不會啦 那你講嘛 你開這個車就是兜兜風 你應該主要還是比較 偏視覺系吧 對 可是你偏視覺系 你怎麼會去弄 20B咧 雙兔已經比較好看 比較好看是不是 視覺上比較好看 對啊 有道理耶 也比較屌啊 像是日本那樣子的感覺 因為日本都雙兔 日本很多雙兔也是弄得很漂亮 那你有沒有去過日本 有 剛開始練車會考駕照 就是爸爸手排車教你嘛 對 然後我直接考手排駕照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因為他們是住在花蓮 那相對可能花蓮車比較沒那麼多 你開手排應該沒有遇到什麼 覺得不方便 或是覺得不好的地方 很方便啊 除了花蓮市場版 我會塞車而已 你開車很穩耶 觀念還不錯耶 那個檔位的觀念很好 爸爸應該都有教你喔 有 因為小時候就是坐爸爸的車這樣 長大之後 就是爸爸買了這台車 然後就很喜歡坐這台車 就是如果爸爸開這台車來接我 我就喔喔喔這樣子 很開心 很開心 那你比較不一樣耶 一般小朋友說 蛤 又要坐這個車喔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大家吹冷氣 隔音好 坐脾氣習慣了 有遇到有朋友的那個女朋友說 蛤 這個為什麼就是這個車 我寧願你騎那個精湛的車 真是的 不懂得欣賞它的價值 我是覺得老車弄得這樣子也是很不錯 但是就是要稍微懂一點機械的感覺 因為它有時候會有一些 意料之外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啦 你就對這個車有興趣 然後因為這台車呢 還在整理當中 算是 對不對 還沒達到自己最想要的狀態 我相信你 在你賣掉它之前啊 都沒有整理好的一天 一直都在整理當中 不是啊 因為你會一直想要 這個弄好了 你就想要再下一個再弄好 這很正常啊 然後其實很多人會看到說 哇這個車這麼漂亮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 其實要講的是 不可能沒有問題 30年的車子 再怎麼整理 都是會有問題 欸它比你大呢 我有算過我跟它差大概10歲 跟它差10歲 它大你10歲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還是 每天要開它之前 你還是會覺得很興奮嗎 會 還是會 熱戀騎好長嗎 人家也覺得說 哇你怎麼可以 車子放在那邊放一年 你還這麼有動力去整理它 就會覺得說 哇你好遺憾 你有沒有女朋友 我跟你講 我在這邊 花蓮的女孩子注意 這種專型的男生不多了 哈哈哈哈 一台車可以 再爽兩三年 然後慢慢的整理慢慢整理 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每天起來 還是要開它之前 都還是會有 開心的感覺 會 真的是很棒 而且那時候天窗這個狀況 車渴這個狀況 然後就有師傅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直接換個 K8就好了 換一個新的 換一個新的 也比較帥什麼 然後我就說 沒有我比較喜歡K6 那個型比較好看 你喜歡K6的型 然後 我覺得說有感情 我捨不得讓它勁爆非常 對啊這個改裝空間比較大 K8改裝空間比較小 我所謂比較小 是因為它受限於 第一個它是國產的 第二個它有號碼 所以它改裝的空間 就稍微小 我覺得這個車一直到現在 還是有蠻多人願意接手 你沒有被人家問過說 你有沒有要賣嗎 目前還沒有 通常都只有貼那個 報廢貼紙 有被貼過 我之前最早還沒整理 真的有被放過很多次 然後我看到我就 我就覺得很北欄 為什麼要放在前檔 然後下雨就把它黏住了 不是 有時候他們也要看一下說 這個車其實看人家 有在顧過信心的 就不要貼了 對 我覺得這是一種羞辱 你知道嗎 不是 我整理成這樣子 為什麼還被放那個東西 對啊 難道覺得年紀到 就一定要淘汰 對啊 它在羞辱你 對 有一個簡單的感覺 你這個手套箱 你也噴過去了 不知道怎麼黑的 因為那時候 打機放前面 有列很多條 M7美的那個銅品 前面都會列掉 對 然後師傅就幫我 找了一個灰色 狀況比較漂亮的 所以你這個狀況有換過 有 不過我覺得今天很開心的是 看到了這種 上一代對下一代的傳承 我真的很想要讓這個 更多的年輕人都知道 雖然老車很麻煩 但是它是一種 興趣是一種浪漫 對不對 對 或許它可能有些東西不是好的 但是就是開著它 兜風的時候就很開心 這樣子 所以自己喜歡最重要 但老車還是要 我覺得要保存 我們這個台灣有太多的那個 法規啊 真的是對老車很不友善 為什麼 雖然是環保啦等等 那個議題是一回事 但是我認為說這個車也是 一個文化的傳承 對 那我覺得像日本一樣 雖然他們車越老 車減會越貴 但是如果我們對它 足夠有愛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願意去花這個錢把它 維護好 維護好把它留下來 對不對 而且更多的是 你看像阿凱這樣 它其實改了車的車 只是為了自己看起來很舒服 其實它實際上上路啊 我從它開車的氛圍感受起來 就不是一個想要很像GP的那種小朋友 對 那我覺得這樣的人 擁有這樣的車 其實有什麼好去刁難它的 對不對 我們不給別人造成困擾的立場 我們做自己喜歡的事 收藏自己喜歡的東西 對 我覺得是最棒 尤其我覺得爸爸又支持 老屁孩傳承小屁孩 沒有 通常爸爸都想說 車改這樣幹嘛浪費錢什麼的 或者是有些爸爸 反而是他想要傳給小孩 小孩不想要接受 對啊 現在爸爸說買什麼洗美 來給你錢去買一台C300 沒有這種爸爸是不是 比較少 好啦 今天非常開心阿凱一趟路從花蓮來 來跟我們拍攝這個 會員推車的這個節目 我看到了這個 文化經典老車的一個 兩代的傳承 好 你把它弄成傳家寶 再傳給下一代 那時候這個車就真的經典了 50年的車就經典 我想辦法把它留下來 好啦 如果這個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啟小鈴鐺 好如果想要參加我們 這個會員推車的這個節目呢 就是加入我們 Youtube的會員之後 我們每個月會在社群公布 然後抽籤 就有機會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做分享 好啦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 讚 影片 影片 這太酷了吧 這多細節 你看那個臉裡面 我原本裡面的顏色 有沒有看到 我原本裡面就是這個藍色 輪框是因為我來不及再去買改裝的 有一樣的嗎 你買不到一樣的 這麼專業 連輪框都知道怎麼弄 太帥了